故事后,有一个较敌无人的地痞,是个好色之徒。 有一次他到一百多里远的村子里办事,无意中看见低矮的院墙里,有个晾晒衣服的女子,貌美如花,不由地垂涎三尺。 一打听,这是穷书生孟不平的老婆琴事,从此惦记上了。 孟不平家境虽然贫困,但是老婆琴事非常贤惠,一手操办家务,让她安心读书。 俗话说,一个好女人望三代,孟不平非常欣慰,能娶到这么贤惠的老婆,在心里暗自下了决心,绝不能辜负了琴事,一定要让她过上好日子。 所以,她发愤读书,希望有朝一日科举高中,光要门第,让琴事跟着脸上有光,享受荣华富贵。 但是,自古红颜多薄命。 琴事不去招惹是非,可是,是非却来招惹她。 狄无人自从看上琴事,无时无刻不再图谋霸为己有。 她思来想去,唯一的办法就是强强。 狄无人认识狼山伯的土匪,决定花钱请他们帮忙。 狼山坡远在几百里之外,狄无人有几个狐朋狗友入了火,他暗中和他们有来往。 他当即带了一千两银票,骑着快马到了狼山坡。 朋友们眉开眼笑地接过银票,马上跟着来到他家。 几个人密谋,晚上潜入孟不平家里,把琴事抢来交给狄无人,然后把孟不平装进袋子里沉入江里。 没想到,这话被狄无人的老婆科士听见,呵斥他们伤天害理。 科士也很漂亮贤惠,但是狄无人已经厌倦了他,既然他反对,索性杀人灭口,以免日后被他告发。 再说了,如果抢到琴事,科士也不好安排。 于是,当天晚上,狄无人撒谎要把科士送到娘家住几天,传到江心时,把他推入江中,被汹涌的江水冲走,瞬间不见踪影。 半夜里,几个土匪闯进孟不平的家里,把琴事打昏,驮在马背上,送到狄无人的家里。 至于孟不平,被他们五花大绑,装进袋子里,扔进了江水里。 狄无人摆下酒宴,几个土匪痛饮起来,喝得醉醺醺的告辞而去。 狄无人去看琴事,已经醒来,就想用墙。 琴事说道,楼椅尚且偷生,何况,我一个弱女子。 事已至此,我依从你,可我肚子饿,姑且让我吃点东西,喝点酒,行不行? 狄无人大喜,他原以为琴事会大哭大闹,想不到他倒想开了,当即吩咐加蒲白酒。 其实,琴事并非想透彻了,而是缓兵之计,反正难逃魔爪,不如假装顺从,见机行事。 韭菜摆上桌子,狄无人吩咐家仆们去歇息,他和琴事对饮起来。 琴事殷勤劝酒,说着软话,把狄无人哄得很高兴,痛饮起来。 他本来和几个土匪喝了不少,渐渐酒力不支起来。 琴事说着玩笑话,拿起酒壶往狄无人嘴里强灌。 很快,狄无人醉倒了。 琴事将他扶上床,把酒洒在狄无人的身上,把灯油洒在床上,然后点上火,把屋门关死,狂奔而去。 身后,传来狄无人的惨叫声。 再说梦不平,他的命真大,随着江水往下游飘,在拐弯处撞到渔网上。 被老渔翁救起。 老渔翁自言自语地说,灌事年年有,今晚特别多,想不到救起一男一女。 原来在一个多时辰前,他救起了科室。 老渔翁给梦不平控水,把他救醒,带到江边的屋里,让老伴给梦不平煮姜汤。 梦不平喝了姜汤后,情绪稳定下来,和科室攀谈起来,科室这才知道他就是被丈夫陷害的梦不平。 而梦不平也知道了,秦氏是被狄无人抢走的。 梦不平拿起菜刀,就要砍死科室报仇。 老渔翁劝说,科室也是受害者,罪魁祸首是狄无人,他这才作罢。 第二天,梦不平告辞而去,要去找狄无人报仇,科室愿意带路。 可是,两人刚过江,就听说狄无人被烧死了,秦氏逃走了,不知去向。 于是,梦不平就在山上搭建了房屋,和科室过起了日子,同时打听秦氏的下落。 转眼半年过去,这一天,梦不平顺着山道,往山顶走去,一直听说山顶上有个尼姑庵,他想去参观一下,散散心。 快到尼姑庵的时候,忽然遇见一名女子往山下而来。 带到走近,两人一照面,都喜极而泣,女子竟然是秦氏。 原来,那晚秦氏慌慌张张地跑了几十里路,天亮后,躲在山上。 后来,到了山顶的尼姑庵,被好心的尼姑收留下来。 今天,他心绪不宁,打算在附近走走,谁知竟然遇见了梦不平。 两人相互诉说了各自遭遇,秦氏向尼姑告辞,跟着梦不平回家。 柯氏见秦氏回来了,自愿当小妾,两人以姊妹相称。 梦不平找到了秦氏,想回老家定居。 柯氏说狄无人在地窖里埋了一些银子,想去看看,能不能取出来。 到了狄家一看,仍然是一片废墟,原来这里死了人,没人愿意建房居住。 到了晚上,梦不平跟着柯氏,悄悄挖开地窖,用毛驴驮走了全部银子,将近五千余两。 有了这些银子,梦不平回到老家,翻盖了房屋,置办了田产,和秦氏、柯氏一起,过起了幸福生活,生养了一堆儿女。 后来,梦不平中了举人,家庭显贵起来,但是秦氏和柯氏仍然势必公亲,两个贤惠能干的女人,把家务操持得井井有条,根本不用梦不平操心。 经过这次磨难,梦不平既得到了贤妾,又得到了钱财,算是掉进了福窝里,让他感叹不已。 唐文宗年间,山区里有一个年迈的教书先生,姓于,人称于先生。 他开办了一个学堂,专门给山区里的孩子进行启蒙教育。 靠着微薄的收入,抚养着六岁的小孙子舒心。 于先生的老伴早已去世多年,去年秋天,儿子媳妇到县城售卖山货,半路上遇上官军的一群精马,牛车被挤落深沟。 双双遇难。 于先生尽管悲伤无比,却要打起精神,担当起抚养孙子的重任。 夏天的时候,山洪爆发,道路难行,于先生停了学堂。 闲着无事,他拿着钞网,在河边捞鱼,打算改善生活。 那知道他年老眼花,失足掉进河里,被洪水卷走。 舒心站在岸边嚎啕大哭,村民们闻讯赶来,望着汹涌的洪水,却也爱莫能助。 好心的邻居把舒心接到家里抚养,还到下游寻找于先生的尸体,没有发现。 爷爷不在身边,舒心整天哭哭啼啼,吵嚷着要爷爷。 过了几天,邻居找到李正,商量舒心的归宿。 李正去找李大户说情。 李大户同意收养舒心,让他跟着牧羊人一起喂养山羊。 邻居含泪抱起舒心,正要把他送走。 这时候,于先生回来了。 村民们万分惊奇,围拢来询问他是怎么从洪水里逃生的。 于先生笑着解释,他被洪水冲到下游,被一位老渔民救起,养了三天伤,就急着赶回来了。 但是,村民们马上发现了于先生的怪异之处。 他是秀才身份,原本说话文皱皱的,现在说起话来,和村民们一样,接近市井离语,失去了文化人的斯文。 更让人诧异的是,于先生竟然解散了学堂,因为他忘了平生所学,不会教书了。 村民们背地里议论,很可能是于先生在洪水的冲击下,把脑袋撞坏了,造成部分失忆。 这样的猜测,似乎合情合理,大家也就释然了,反倒同情起于先生,担心手无腹肌之力的他,不知如何谋生。 然而,村民们的担心,纯属多鱼,鱼先生改行,当起了钓鱼翁,专门在河上垂钓。 还别说,他钓鱼非常厉害,每天都会钓到十多条大鲫鱼或者大鲤鱼,拿到集市上换一些钱粮,足够爷孙俩生活了。 转眼间,时间过去了一年多。 这一天,村民老里在河边打猪草,看见不远处的鱼先生在钓鱼,饶有兴慰地躲在杂草丛里观看。 这一看不打紧,他惊讶地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了。 只见鱼先生的鱼钩是直的,上面没有鱼饵,就这样放入水中,竟然还有鱼咬着鱼钩不松口,被钓了上来。 这种钓鱼法,只有江太公用过。 可是,江太公钓鱼只是一个幌子,本意是在钓周文王,他并没有真正钓起过鱼儿。 而鱼先生,竟然用这种办法钓上鱼来了。 太诡异了,这哪里是人类? 不是鬼就是妖。 老李吓得大叫一声,飞快地跑回村里,将此事讲了。 鱼先生回来后,村民们拿着棍棒,堵在他家门口,让他解释,他到底是妖还是鬼。 鱼先生见瞒不住了,向大家坦白,他其实是海龙王的九太子,幻化成鱼先生的模样,帮他抚养孙子。 二十多年前,九龙子摊完,幻化成一条大鲤鱼,在河边玩耍,不幸被搁浅在河滩上。 他在河滩上做无谓的挣扎时,恰巧被路过的鱼先生看见。 鱼先生大喜,抓起鱼拎回家里,放在水缸里养着。 当天晚上,九龙子托梦,让鱼先生放了它,日后定当重谢。 如果鱼先生有什么需要,只需面朝东方,呼喊三声,龙九,就行了。 早上醒来,鱼先生就把大鲤鱼放回河里了。 鱼先生被洪水淹死后,牵挂书心年幼,无人抚养。 于是,他的魂魄面朝东方,呼喊了三声,龙九。 九龙子出现后,鱼先生哀求他代为抚养孙子到成年。 九龙子为了报恩,便答应了。 大家听完九龙子的解释,这才恍然,鱼先生回来后,为何不会教书了? 九龙子对大家说,既然我的身份被识破,就不能待在人间了。 以后,大家要多多关照书心。 九龙子把手放在书心的额头上,给他开了龙眼,能够看透水中的一切,十八岁生日那天,收回龙眼。 自此后,书心每天在河里捉鱼,因为他能看透河水,自然收获泼丰,不但能养活自己,还积攒下不少钱财。 到了书心十八岁生日那一天,龙眼果然关闭了,他再也看不见水里的东西了。 不过,他已经积攒下许多银两,开始购置良田,娶妻生子,过起了幸福的日子。 古时候,山脚下住着一个姓罗的老汉,家境一般,勉强能混个温饱。 这一年,北方大汉,从北方涌来许多难民,流落于山野之间。 这一天,罗老汉去山上捡柴河,远远地见一群人围在一起,走上前一看,原来是一群难民,在山上碾兔子时,无意中抓住了一只狗欢子。 他们是一群饿极了眼的人,当即找来一口大锅架上,燃起柴河,准备煮肉吃。 罗老汉看向狗欢子,心里不由得一啰嗦,这只狗欢子骨瘦如柴,挺着一个大肚子,怀着一肚子儿,也难怪会被难民们捉住。 狗欢子看向罗老汉的目光里,满是祈求,眼角里竟然流出泪来。 罗老汉心里受不了,说道,哎,依我说,大家还是把狗欢子放了吧,他怀着儿,一时多命,不怕遭天谴吗? 有人大笑道,我们已经遭到天谴了,才会出来逃难要饭。 我们都快饿死了,还要同情心干吗?来来来,老汉,坐下来,一起吃几块肉。 罗老汉说,要不,大家给个面子,把狗欢子放了,我请大家喝稀饭。 另一人说道,罗大叔,按说你对大家不错,平常也施舍一些饭菜,接济大家。 不是大家不给你面子,我们已经几个月不知肉味了,对于我们这群朝不保夕的人来说,还有什么比好好吃,一顿重要呢? 有人说道,老汉,你要是同情他,干脆把他买回去放生,我们拿钱到集市上买肉吃。 罗老汉问道,你们要多少钱,才肯卖? 另一人说道,五百钱。 罗老汉一盘算,家里总共不到二十个铜板,哪里拿得出来五百钱? 他转身想走,看见狗欢子可怜巴巴地望着他,却又迈不动脚步。 有人喊,罗老汉,你要是真的可怜他,我有个主意。 罗老汉问道,什么主意? 那人笑着问,你家喂了猪吧? 罗老汉点头说喂了。 那人大笑着说,这不就好了,拿你家的猪,来换狗欢子,你尽了你的同情心,我们也打了牙计。 众人起哄,都说这个主意不错。 罗老汉一咬牙,说道,换就换,只怕你们后悔。 众人都说不后悔,这只狗欢子太瘦,吃着个牙,还是猪肉吃得过瘾。 既然说定了,大家就解开狗欢子身上的绳索。 狗欢子艰难地站起来,绕着罗老汉转了一圈,跪下把头伏在罗老汉的脚上挨了挨,才慢慢地走向山林深处。 大家嘖嘖称奇,夸赞狗欢子通人性,懂得感恩道谢。 罗老汉担心难民们耍滑头,一直看着狗欢子不见了,过了好一会,才带着难民们来到家里。 大家跑到猪圈里一看,空空如也,纷纷嚷道,罗老汉,你骗人。 哎呀,上当了。 罗老汉也不答话,走到墙边基隆里,唤起猪来。 只见一头小猪从基隆里跑了出来,大约三四十斤。 众人傻了眼,想不到才这么大一点。 罗老汉慢悠悠地说,家里没有吃的,猪也不肯长,小半年了,也才长这么大。 我可丑话说在了前面,你们不能后悔。 那迷们抓起猪,说道,后悔已经来不及了,但是猪太小了,你再出几生米吧。 不由分说,跑到米缸里,咬了几生米,一群人跑到山野里,煮饭杀猪去了。 老伴不住地数罗罗老汉,少了几生米,一家人不够吃。 罗老汉陪着笑脸说,既然摊上了这事,就认了,埋怨我也没有用。 一家人吃了一个月的稀饭,才把几生米节省出来。 可是,没有猪,过年没有肉吃了。 转眼到了腊月,罗老汉到集市上割回来两斤猪肉,好歹把春节过了。 一晃到了来年开春。 这一天晚上,罗老汉忽然被一阵响动惊醒,急忙坐起来,只招耳朵听动静。 只听窗铃响了三声,一个声音说道,快跟上,不要跟丢了。 罗老汉迷迷糊糊地穿衣起来,打开门,恍惚看见前面有个身影,模模糊糊地看不大清楚。 他跟着黑影走进山里,来到一棵树下。 那棵树下的土还是新鲜的,罗老汉四处看了看,发现不远处站着一只狗欢子,似乎就是当初搭救的那一只,只见他用脚不停地往地上跑。 罗老汉这才明白,是狗欢子把他引到这里来,要他往下挖。 于是,罗老汉找来一根树枝,顺着树下的新土往下挖。 不一会,挖出一只口袋,打开一看,里面满满都是金银珠宝。 他在抬头看狗欢子时,却早已不见踪影。 看来,是狗欢子报恩,让他发了财。 有了这一袋子金银珠宝,罗老汉建造新房,置办粮田,成了大富翁。 他常常开仓放粮,救济难民呢。 第二年,听说县衙里破了一个大案,抓了几个大盗。 他们曾经把打劫来的金银珠宝,黑夜里埋在了一棵树下。 可是,衙衣带着他们去取赃物时,竟然找不到了,不知被谁挖走了。 罗老汉这才知道,他得到的是强盗们的不义之财。 北宋时期,书生方子童的家里有一套别院,环境优雅,景色秀美。 他搬到别院里读书,家仆们住在前院,他独自住在后院。 没有呼唤,家仆们不准进入后院。 这一天,方子童读书累了,到后院的凉亭上乘凉,不由得泛起困来。 迷迷糊糊中,他感觉到眼前晃动着黑影,睁开眼一看,一条大蛇从亭子顶上倒挂着身子,昂着头怒视着他。 他惊叫一声,蛇头往前一叹,眼看就要咬在他的脸上。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,突然听见一声女子的轻斥,一条绸带飞来,缠住蛇头一扯,将大蛇扔进花丛中。 方子童惊魂烧定,转头看去,却是一名美丽的女子,名谋好齿,分外动人。 女子笑着说,傻书生,看来大蛇看上了你,想和你亲近。 说完,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。 方子童笑着说,多谢姑娘出手相助。 在下,感激不尽。 女子笑着说,既然心存感激,何不请我进屋喝杯茶。 方子童大喜,弯腰伸手,做出一个请的姿势。 女子进屋落座,方子童端来茶,询问起女子的身世。 女子讲,她是狐仙,姊妹众多,台行十七,人称十七妹。 她喜欢方子童的英俊潇洒,经常躲在附近偷看。 要不是出现一条大蛇,她根本不会现身。 说完,十七妹的脸上现出一团红霞。 方子童大喜,她也喜欢十七妹,两人相谈甚欢。 到了晚上,方子童让家蒲准备了韭菜,和十七妹欢饮。 夜深的时候,方子童留十七妹歇宿,十七妹正色说道, 我虽然是狐类,却也遵守礼节。 婚姻大事,需要媒妁之言父母之命。 你先回家禀名父母,再派花轿来接我。 说完,嫣然一笑,转身消失在夜幕里。 方子童一阵惆怅,一夜未眠,脑海里尽是十七妹的身影。 第二天,方子童回家禀名父母,想娶十七妹为妻,无奈父亲不肯。 方府大怒说道,我家好歹是书香门第,怎么能和异类通婚? 再说了,狐狸精都是水性洋花之辈,娶回家岂不由辱门庭? 方子童哭着离开家里。 到了晚上,十七妹来了,方子童歉意地讲明了原因。 十七妹生气地说,我尊重传统礼教,想不到却被传统礼教视为异类。 方郎,我们私奔吧。 但是,方子童不愿为了爱情而放弃家庭,十七妹生气地走了,再也没来。 过了一年,方子童娶了一名朱姓女子。 朱姓也是书香门第,朱氏很懂礼节,深得方家老小喜欢。 转眼过了三年。 这一天,方子童出门访友,晚上没有回来。 方傅喝了一点酒,半夜里闹肚子,起来小姐。 走到后院,忽然发现儿子的卧室亮着灯,窗纸上映出一个男子的身影。 方傅纳闷,儿子什么时候回来的? 忽然,他听见男子的笑声,似乎不是方子童的。 他悄悄地走进偷听,不禁勃然大怒,朱氏竟然在偷情。 他跑去撞门,一个男子冲出来,一掌推倒方傅,越墙而去。 方子童回来后,遵照方傅之言,把朱氏修了。 原来,朱氏未出嫁时,就与表哥私通。 嫁过来后,两人依然暗度陈仓。 方傅扭伤了腰,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才痊愈。 他劝方子童再娶,却被拒绝,方子童不由地思念起十七妹来,不知他现今再何方。 转眼间又过去了三年。 方子童忽然病倒了。 医治了将近半个月,反倒越来越严重,眼看就不行了。 这一天晚上,门外忽然来了一名女子,自称能医治方子童。 方傅赶紧将她请进屋里,询问她贵姓。 来自哪里? 女子笑着说,我就是被你视为异类的十七妹。 十七妹拿出一粒黑色的药丸,为给方子童服下,然后衣不解带地在旁边侍候。 过了十几天,方子童痊愈了。 这些天,十七妹和方子童的感情,方傅看在眼里,心里百感交集。 这一天,方傅主动提出,让十七妹嫁给儿子。 她动情地说,诸事虽然出于书香门第,却不遵守礼教,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狐狸精。 你虽然是狐类,但是尊重传统礼教,与人类又有何意? 婚后,十七妹孝敬公婆,疼爱丈夫,爱护丫鬟仆妇,深得方家老小之心。 人心隔肚皮,虽然被传统礼教精心包装过,背地里男道女娼之人,比比皆是。 看人不能只看表象,狐狸精也未必真的就是不守妇道之人,人生需要慧眼,而生活需要真情,希望大家都来做生活的智者。 故事后,在南北关道旁,有一个小山村,村子不大,住着大约十几户人家。 其中有一家姓于的农户,就剩一个二十多岁的傻子,名叫于不由,人称大傻。 于不由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,但是在他十几岁的时候,一场意外,给这个家庭带来了苦难。 于父带着于不由感激时,遇到精马,马蹄踢到了于不由的脑袋,顿时昏迷不醒。 精马的主人,畏罪潜逃,于家为了给儿子治病,几乎倾家荡产。 于父想不开,离家出走,再也没有回来。 因为中断了治疗,于不由就此变得痴痴呆呆的,成为智力低下的傻子。 母亲抚养着于不由长大,由于操劳过度,两年前最终病死。 好在于家还有吉姆薄田,于不由也有几分力气,加上村民们的周济,也能混个温饱,不至于饿死。 这一天,村外忽然,人声鼎沸,于不由跑出去看西齐,却见官道旁,躺着一名壮汉,身上还有不少血迹。 人们纷纷猜测,这人肯定是被仇家追杀,受了重伤,才到壁路旁的。 有人建议去找李正报官。 于不由傻里傻气地上前推了推壮汉,壮汉哼了一声,手脚动了动,原来还是活的。 于不由赶紧扶起壮汉,背着他到了家里。 好心的大婶跟在后面喊道,大傻,你别惹祸上身,小心他的仇家,找你麻烦。 有人喊道,大傻以为是他爹回来了,白捡了一个爹。 围观的村民们哈哈大笑,各自散去。 于不由把壮汉放在地铺上,开始燃火给他取暖,为了一些汤水给他喝下。 壮汉呻吟几声,又沉沉地睡去。 于不由撕开伤口处的衣服一看,胸脯下好大一块伤口。 他站起来在屋里转了转,转身向外跑去。 十几里外住着高郎中,于不由跑到他家,拉着他就走。 高郎中查看了壮汉的伤口,是刀伤。 他给清洗了伤口,涂上药粉,开了一个药方,让于不由去集市上的药铺里抓药。 于不由哪里有钱? 急得团团转。 高郎中说,你身上不是有一块玉佩吗? 意欲提醒梦中人,这块玉佩是爷爷送给他的一周岁礼物,虽然值不了大钱,但是抓药还是够的。 于不由跑到药铺,拿玉佩换了一包药回来。 壮汉服了药,好转起来,从鞋底里抽出一片金叶子,让于不由拿到集市上买来积压鱼肉和好酒。 两人大吃大喝起来。 原来,壮汉是一名富商,这次运送货物时,在前面的山道上遇到响马打劫,身受重伤,只身逃了出来。 他伤痛难忍,加上饥饿难耐,故此昏倒在关道上。 壮汉在于不由家里休养了将近一个月,伤愈后,他买来两匹马,带着于不由走了。 村民们知道后,纷纷猜测,大傻这回傻到家了,被壮汉骗去当苦力,真是被人卖了,还帮人数钱。 转眼六年过去,村人们渐渐忘记了大傻。 这一天,村里忽然来了一辆豪华马车,从马车上下来一个衣着华丽的人。 村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来人竟然是于不由。 原来,壮汉得知于不由的病因,把他带到京城一家著名的医馆里,给他医治脑病。 这家医馆,是匾阙的后代开设的,医治脑病天下无双。 于不由在医馆里医治了将近两年,终于成为正常人。 当然,这些不匪的医疗费,都是壮汉出的。 于不由痊愈后,壮汉带着他做生意,手把手交了他四年,于不由掌握了做生意的诀窍。 壮汉把这四年的生意所得,分了三成给于不由,让他自立门户,回家开设分馆,联手做生意。 这三分历前,将近三万两银子。 于不由回来后,每家送了五百两银子,感谢那些年村民们对他的周迹和照顾。 他翻盖房舍,娶了老婆,在县城里开了商铺,做起了生意。 因为有壮汉提携,他的生意非常好,没有几年,成为这一代的大户人家。 村里的后生们好不羡慕于不由,竟然撞上这么好的机会。 村里私塾先生说,有什么好羡慕的? 老天是公平的,把机会给了你们每一个人,但是你们都放弃了。 后生们羞愧不已。 这种机会,可能只有大傻才能把握住,因为他的头脑不好使,思想单纯,没有那么多顾虑。 这就是人性的复杂,年纪越大,精力越多,顾虑也就越多了。 同情心总是躲在远处观望,判断有没有危险,而不敢挺身而出。 今天天气晴好,柳大叔挑着香菇去集市上脉,走到街口,忽然窜出一只高大的狼狗,冲着柳大叔的腿上,就是一口。 柳大叔挨压一声,急忙放下挑子,举起扁担就要打狼狗,只听一声断鹤,找死。 你打我的狗试试,我让你脱一层皮。 来人就是狼狗的主人,是街上杀猪的王屠夫的儿子,小名王呆子,仗着一身满力,常常带着狼狗招摇过世,没人敢惹。 柳大叔认得这人,说道,小伙子,你得管管你的狗,别让它出来吓人害人。 王呆子眼一番,怒喝道,呸,我还要你教。 你的胆子怪大的,敢打我的狗。 告诉你,你要是打伤了我的狗,砸锅卖铁,你也赔不起。 柳大叔说,你的狗伤了人,你还有理了。 我受伤了,快送我去医院打针,赔我医疗费。 柳大叔的小腿被咬破了,牙印里正在冒着血。 王呆子欺柳大叔是山里人,老实芭蕉的,恶狠狠地说,送你去医院可以,赔医药费也行,但是你吓着了我的狗,得给他下跪叩头,赔礼道歉。 给狗下跪叩头,这可是奇耻大辱。 柳大叔丢不起这个人,他知道和这种混人纠缠不清,就白手说道,算了算了,算我今天倒霉,医疗费不要你赔了,我自己去医院里打针。 说完,挑起担子就走。 王呆子怎么可能轻易地让他走? 一把拉住柳大叔的担子,使劲一拽,柳大叔歪倒在地上。 王呆子大声叫喊道,想走,没门。 今天不给我的狗下跪叩头,我打断你的狗腿。 旁边围着许多感激的人,有相熟的人,就劝柳大叔,好汉不吃眼前亏,就给狗下跪叩头吧,也好早点脱身,去医院里打针。 和这个混事魔王对着干,吃亏的终究是自己。 柳大叔想想也是,看来今天起早了,撞了鞋了,遇上这么一档子倒霉事。 柳大叔气愤地说,我可以下跪,就怕你承受不起。 王呆子仰天哈哈大笑,说道,你一个乡巴佬,多大的能耐,我有什么承受不起的? 柳大叔跪下来,边叩头边悲愤地喊道,老天啊,恶人当道,天理何在? 正在这时,突然白光一闪,跟着头顶上响了一声炸雷,吓得人们抱头鼠窜。 王呆子浑身像触电一样疼痛,扭头一看,狼狗被雷击毙,倒在地上。 他吓得急忙跪在地上,冲着柳大叔叩头,喊道,大叔啊,我错了,你起来呀,饶了我吧。 柳大叔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站了起来。 王呆子丢下两百元钱,让柳大叔自己去医院里打针,抱着狼狗的尸体,慌慌张张地跑了。 人们对于这种怪事议论纷纷,猜测柳大叔有神灵护体,不然,大晴天的,怎么忽然打起了炸雷? 看来老天有眼,在惩恶扬善。 柳大叔走了几步,忽然眼前一晃,一只狐狸闪身而过。 这只狐狸,柳大叔太熟了。 自从二十年前,柳大叔从猎人手里救下他后,他经常去柳大叔的院子里,和柳大叔腻在一起。 有时候,还跟在柳大叔的身后去赶集。 柳大叔恍然大悟,冲狐狸喊道,狐仙,刚才是不是你在作怪? 狐狸冲着他露出一个笑脸,闪身不见了。 唐德宗时期,有一个名叫云肥鹤的穷书生,虽然家境贫困,但是闻名颇盛,为达官贵人们所喜爱,纷纷邀请他到府上做客,介意结识他。 云肥鹤喜欢杯中之物,逢饮避罪,逢罪避饮。 而每逢大罪之时,索吟诗句必然精彩绝伦。 达官贵人们往往把诗句奉为至宝,争相传颂。 这一天,朕威校尉牛达雷为了附庸风雅,便请本地文人骚客,地方名留在府上做客,云肥鹤也在其中。 酒宴之前,大家到牛府的后花园游玩。 转过拐角,有一个大亭子,亭子里有一个木笼子,笼子里关着一只花豹。 花豹趴在笼子里,看见人们走过来,懒得搭理。 一些人站在笼子边上,冲着花豹吆喝,让他站起来走两步,花豹不理不睬。 一位名流拿来一根木棍,撩拨花豹,被云肥鹤喝止。 云肥鹤激动地说,花豹本是山中王者,却被无聊之人戏耍,实在是悲乎哀哉。 一句话,造得这位名流面红耳赤,众人善笑着离去。 酒宴开始后,大家轮番敬酒,云肥鹤很快便名鼎大醉。 牛达雷命人拿到文房四宝,让云肥鹤作诗。 云肥鹤一挥而就,一首诗词悦然纸上。 云肥鹤以花豹自诩,写了一首身在囚龙无法施展报复的诗歌, 辞早华丽,情真意切,读来让人拍案叫绝,潸然泪下。 就连牛达雷这一个武官,也读懂各种旷位,连声叹息。 牛达雷说道,云先生,你的意思我懂。 不过,这头花豹是我从后山猎祸的,伤害了两个随从,花了一大笔抚恤金,是我的镇源之宝, 岂能因为心生怜悯,贸然放它归山。 云肥鹤动之以情小之以理,恳求牛达雷把花豹放了。 牛达雷想了想,说道,要我放了花豹,也不是不行,不过,我有一个条件,那就是把你腰间的玉佩送给我。 这个玉佩是节度时所赠,价值不高,但是荣誉极大,挂在腰间是一种荣耀。 云肥鹤是个豁达的人,使金钱和荣耀如粪土。 他当即解下玉佩,送给了牛达雷。 牛达雷尾派几个随从,把木龙抬到牛车上,运到后山。 云肥鹤跟着前去。 木龙子打开后,花豹走了出来,折转身来到云肥鹤面前。 众随从担心他伤害云肥鹤,赶紧挺起长矛,对着花豹。 花豹趴在地上,把头扶在前找上。 片刻后,他站起来,嘶吼一声,如飞而去,瞬间消失在林海中。 转眼间两年过去。 有一天,节度使款带京城来的贵客,邀请名流作陪,云肥鹤也在其中。 这个贵客是京城高官,不过名声不好,是个贪腐之辈,为云肥鹤所不喜,于是在诗句中隐含讽刺之意。 高官隐忍不发,过了一段时间,他指使地方官员,抓了一个过错,强行剥夺了云肥鹤的功名身份,从此不得参加科举考试。 云肥鹤所幸放荡不羁起来,做一个闲云野鹤,笑傲田园山林之间,倒也逍遥快活。 就这样过了几年,家里越发贫困起来,几乎入不敷出。 云肥鹤本有两个儿子,一个闺女,这一年,妻子又怀上了身孕。 云肥鹤不由地愁上心头,家里多了一口人,到哪里弄吃的? 时间一晃,十月期满。 分娩的前夜,云肥鹤做了一个梦,只见一个小伙走了进来,对他说道, 我就是那头花豹,承蒙恩公求情,让我回归山林,得以恢复自由身。 现今我寿数已尽,为了报恩,故此投生你家。 云肥鹤叹口气说,你的心意我领了,我家贫困,恐怕养不活你。 小伙子笑着说,无妨,我自带了口粮。 两年前,我奉山神之命,咬死了一个没有德性的父户,从他的家里拿走了一个瓷坛子。 说完,出去搬来一个瓷坛子,放在床前,转身走了。 早上醒来,云肥鹤发现床前果然有一只瓷坛子,打开一看,里面装满金子。 过了不久,妻子生了一个男孩,云肥鹤取名鲍生。 云鲍生从小聪明伶俐,喜欢读书,长大后考上进士,后来成为朝廷高官。 正所谓心存善念,必有后福,多做善事,必有福报。 高大叔到城里,看望儿子一家,背着土特产,走在街道上。 忽然一辆车子撞了过来,高大叔飞了起来。 肇事司机一踩油门,绝尘而去。 好心人急忙把高大叔先送到医院里抢救,有人打电话报了案。 由于这条街道没有安装监控,行人又少,没有可靠线索,民警只得发布公告,希望目击证人提供线索。 高大叔刚被送到急救室,医生就宣布来不及了,已经死去,让看门老头把高大叔的尸体送到了太平间里。 高大叔的儿子一家得到消息,慌慌张张地赶到太平间里,却发现高大叔的尸体不在,就跑去问医生。 医生跑到太平间一看,傻眼了,果然没有。 高大叔的儿子疑惑地问道,我爸是不是暂时性地假死? 自己突然醒过来后,回家了。 医生白了他一眼,说道,不可能,他的所有生命体征没有了,才下的死亡通知,我们从来没有误判过。 这一下,医院里炸开了锅,到处寻找高大叔的尸体。 不一会,看门老头气喘吁吁地跑进来,喊道,不是好好地躺在太平间吗? 谁说不见了? 原来,看门老头听说了尸体不见了的怪事,心想,尸体是他推进太平间的,怎么会不见了? 于是,从家里赶到太平间里,一看,高大叔的尸体好好地躺在那里里。 高大叔的儿子跑到太平间一看,果然老爸的尸体躺在太平间里,心下纳闷,这半个多小时里,老爸去哪了? 难道有什么没了的事,还魂跑出去了? 但是,他又觉得还魂这种想法可笑,太不真实了。 医生忽然说道,奇怪,我明明记得,死者的双手是伸开的,怎么右手握着拳头? 说完,上前掰开高大叔的右手,只见里面躺着一枚钮扣。 怎么高大叔的手里会多了一枚钮扣? 大家都觉得好生奇怪,就打电话叫来了民警。 话说几名巡警正在执勤,忽然遇见一名中年人,慌慌张张地跑来,喊着救命,说是有人追着他。 巡警看看他的后面,连个人影也没有,就好奇地说道,你莫非撞邪了? 那人自称名叫古大叔,正在开着私家车,忽然发现车里多了一个人,脸上血肉模糊的,看着他黑黑直笑,笑声很是甚人。 古大叔吓得尖叫一声,急忙把车停下,一路狂奔。 可是,没跑几步,就被那人拦住,披胸抓住他的衣服。 古大叔正脱掉,转身就跑,幸好遇见了巡警。 古大叔指着凌乱的衣衫,心有余悸地说,看看,衣服上的一颗钮扣,也被那个疯子扯丢了。 巡警将古大叔带回去做笔录,正奉大家,正在谈论医院里死尸失踪之谜。 巡警听说,死尸手里突然多了一颗钮扣,心里一动,就找到办案民警嘀咕起来。 办案民警拿着那颗钮扣,来到古大叔面前,往他衣服上一笔花,刚好吻合。 而且,这颗钮扣与衣服上其他的钮扣一模一样。 办案民警一边派人去找古大叔的车子取证,一边突击审讯古大叔。 古大叔听说,他的钮扣出现在死者手里,心里防线,一下子崩溃了,指着钮扣哭着说,我有罪,我交代。 今天,他确实是车开得比较快,突然撞到了一名老人。 他怕承担责任,一踩油门就跑了。 取证回来的民警说, 古大叔的车上确实有撞击的痕迹。 古大叔看了高大叔的照片,确认那个疯子一样的人,就是高大叔。 案子就此真相大白,肇事逃逸的司机,就是古大叔。 高大叔为了讨还公道,找到古大叔,揪下一颗钮扣,提供线索。 但是,大家有个疑问,高大叔已经死了,怎么可能去找古大叔? 大家众说纷纭,却没有一个贴切的理由。 此时,在高大叔老家的深潭里,龙王正在发出会心的微笑。 十年前,龙王贪图人间美景,化作一条鱼在河里游览,忽然被一张鱼网罩住,被放进桶里。 此时,高大叔路过,看见这条鱼比较肥大,就像打鱼人买了下来。 回到家里,他正要宰杀鱼,忽然发现鱼流下泪水,心里一酸,就把他放进了河里。 高大叔做梦,也没有想到,他的一念之人,救了龙王的命。 龙王因为变作鱼,没法施展法力,差点没命。 因此,他对高大叔是感恩戴德,恩情永济于心。 高大叔死后,龙王心绪不宁,掐指一算,知道了详情。 于是,就来到民间,为高大叔申冤。 他附在高大叔的尸体上,去找古大树,拽下一颗钮扣。 当然,这些,他没法向人们解释,就此成为一个谜。 很久很久以前,有一个姓昌的读书人,卷入一桩冤案里死去。 后来在阴间,冤案得到昭雪,可是尸身已经腐烂,不能还阳,于是留在城隍庙当了鬼仙,和判官成为好朋友。 昌鬼仙有个儿子叫昌不群,还在读书,他放心不下,常常回家探望,邀请判官在家里小酌。 因为判官很有才学,昌鬼仙就让昌不群拜判官为师,让判官指导他读书。 昌不群很聪明,判官很喜爱他,只要有了空闲,都会来给予指导。 到了十五岁的时候,昌不群依照判官之言,去参加了同生事,以第一名的成绩,中了秀才,紧跟着参加乡试,高中举人。 可是到了会试之期,判官却让昌不群不要参加。 一直过了六年,才让他参加会试,得以高中。 后来,电视中被点为第二十七名进士,分配到一个大县里,当了县令。 判官之所以让昌不群晚了两次会试,是因为他知道主持会试的主考官的文峰,与昌不群的文峰有备,难以进取。 判官发挥了他的预知能力,让昌不群在最佳时机参加考试,少走弯路。 昌不群年纪轻轻,走上仕途,毫不春风得意,立志做一个好官,他历经图治,颇有正生。 自从昌不群当了官,把母亲带到任上赡养以后,昌鬼仙和判官就不再和昌不群见面了。 没几年,昌不群因为政绩卓著,得以提拔当了知府。 但是,在官场混迹久了,昌不群渐渐变了,多了铁石心肠,少了宽厚仁慈,民怨见起。 这一年,因为有个县的学官营私舞弊,在同生势里不按成绩录取秀才,而是按照贿赂录取,导致许多文才优秀的读书人落选。 他们联名上诉,聚集在周府衙门闹事。 其中,有个叫崔三望的读书人,执笔写了诉状,笔封伶俐,痛斥官场流毒,句句切中要害,看得昌不群汗流加倍。 昌不群本想公正处理,但是这个学官背景深厚,他不免愁愁起来。 学官连夜送来贿赂,恳求网开一面。 昌不群虽然拒收了贿赂,却没有追究学官的过失,而是驱散了读书人。 这一下,激怒了这些读书人,他们围堵了周府衙门,讨要公道。 昌不群一怒之下,采取了过激的行动,把聚众闹事的读书人各打二十大板,把崔三望判处半年监禁,剥夺考取功名的资格。 这么一来,读书人再也不敢闹事了,崔三望白做了半年牢狱。 崔三望从狱中出来后,心里愤愤不平,跑到周府衙门击鼓鸣冤,怒斥昌不群是个婚官,想索回考取功名的资格。 昌不群贺令差役,将他乱棍打了出来。 崔三望极为气愤,跑到店铺里索要纸笔,打算写诉状道,省府衙门告状。 店铺掌柜好心劝解说,读书人,你就别折腾了,昌之府是城隍庙判官的弟子,据说这名判官已经调到此地城隍庙任职。 有鬼神坐靠山,省府衙门岂敢治罪。 弄不好,你会惹祸上身。 崔三望把笔一扔,拿根棍棒,跑到城隍庙里,指着判官雕像怒斥起来,你这个糊涂的判官,培养的什么弟子,良心哪里去了? 一个没有良心的官员,书读得再多,文章写得再好,于是何意? 与百姓何用? 骂完,抡起手中棍棒,把判官的雕像打得粉碎。 判官挨了打骂,不由地醒悟过来。 自己身为先生,只注重功名教育,疏忽了良心教育,确实存在过失,活该被打骂。 但是他进而一想,封建官场就是一个大染缸,在封建官场上待久了的官员,都会历令致婚,丧失良心,又有几个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。 换句话说,又有几个封建官员有良心呢? 判官转念一想,他身为判官,管不了别人的弟子,却要对自己的弟子负责,既然昌不群丧失了良心,干脆给他换上一颗良心。 说干就干,判官跑到阴曹地府里,从成千上万颗刚刚死去之人的心脏里,挑选了一个良心满满的心脏。 这颗心脏的良心,是不可能受到功名利禄的冲击的。 到了晚上,趁着昌不群熟睡,判官给他换了一颗心脏。 昌不群惊醒,却浑身无法动弹,眼睁睁地看着判官给他换了一颗心,却没有一点疼痛感。 换完以后,昌不群坐起来,摸着胸口,除了留下微弱的印痕,没有异样。 他大为惊奇,询问这是为何? 判官叹口气说,为师疏忽,你缺乏良心教育,为师有责任,被狂声催三望骂醒,特来给你换上良心。 说完,拿着昌不群的那颗心脏,去阴曹地府里凑数。 这以后,昌不群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,凡事都追求公平公正,既顾及礼法,也顾及天地良心,内心变得柔软起来,充满宽厚仁慈。 昌不群向上司弹劾了学官,学官最终被罢免。 他还恢复了崔三望的考取功名资格,赐予他三百两银子资助读书。 崔三望也出钱修复了判官的塑像,跪在判官面前谢罪。 从此后,昌不群成了一名有良心的官员,凡事都以老百姓的利益为重,深得老百姓的爱护。 后来,因为政绩斐然,得以步步高升,最终官至上书,在史书上留下清明。 很久以前,楚地有一个姓屋的大富户,家财万贯,良田千寝,牛羊成群。 屋园外虽然是当地首富,却为人和善,常常拿出钱财周济贫穷的人们渡过难关,被当地人所称颂,大家都称呼他为大善人。 最近,来了一个敲着竹筒唱道琴的道人,挨家挨户话缘。 这个道士衣着光鲜,红光满面,常常拿起腰间的酒葫芦敏上两口,做派一点也不像出家人。 碰上家道好一点的住户,他常常要酒要肉,如果不给,他就会口出恶言。 这一天,道士到了乌家门口,看门人听从乌园外吩咐,赶紧拿出十几个铜板给他,他却不要,声称要面见乌园外。 乌园外出来,拿出二两岁银子给道士。 道士却不要,开口说道,贫道乃赤脚大仙下凡,专门治病救人。 贫道算出你最近有难,故此要面见你,帮你化解灾难。 不过,你需要破财免灾,拿出一千两白银,我去给诸仙求情,免掉你的病灾。 乌园外一愣,一千两白银,是一笔不小的树木,这分明是敲诈。 再说了,这个道士满脸横肉,目露凶光,也不像是一个得到高人的形象。 他笑了笑,说道,多谢道长美意,我很好,就不必劳你费心了。 转身进去了,身后传来倒是凶狠的声音,等你有了灾难,再来找我,就不是这个架码了。 说完,冷哼三声,扬长而去。 到了晚上,乌园外正准备睡觉,忽然看见一个张牙舞爪的夜叉,破窗而入,打了他一拳。 乌园外大叫一声,倒在地上。 丫鬟和小妾急忙冲进来,将他扶起来。 乌园外就此病倒了。 乌园外的儿子乌宁伯赶紧请来郎中给乌园外看病。 郎中开了药方,丫鬟煎好药喂给乌园外服下。 乌园外昏睡着,一直不见行转。 看门人把乌宁伯拉出来,低声讲了道士化缘的经过,认为事出有因,让他去找道士化解。 乌宁伯打听到道士住在客栈里,就带着礼品去找他。 道士听他讲完,冷笑着说,世上有一等愚蠢之人,听不尽忠告,总是等到灾祸临头了,才惊慌失措。 这样吧,你拿来两千两白银,保证让你的父亲好转。 少了这个数,一切免谈。 乌宁伯回到家里,准备银两,让两个家人抬着,正要出门,皮秀才来了。 皮秀才当初病倒了,家里无钱治病,老婆抱着孩子守在他身边哭泣的时候。 乌宁伯派人送来了两罐铜钱,皮秀才最终捡回一条命。 他心里一直对乌宁伯心怀感恩,听说了此事,故此上门出主意。 皮秀才对乌宁伯说,乌公子,此事不简单,需要从长计议。 他怀疑乌宁伯是被道士使用妖术陷害的,如果把两千两白银送给他,不正好落入了他的圈套。 乌宁伯愁眉苦脸的说,父亲昏迷不醒,我苦无他法。 你有什么高见? 皮秀才说,这是敲诈,不妨去报官,把道士抓起来治罪。 两人商量好,皮秀才去县衙里报官,乌宁伯在家守护父亲。 皮秀才很有才学,深得县令看重,和县令比较熟,故此由他出面。 县城一百多里远,皮秀才骑着小毛驴,急急忙忙地往县城赶去。 晚上,乌宁伯守候在乌园外床边,忽然听见窗外传来怪笑声,他顿时毛骨悚然。 紧跟着,一个鬼物出现在他前面,挥舞着鬼头大刀,向他砍去。 乌宁伯下得挪不动脚步,眼看就要中刀。 忽然,鬼物倒地,化成一张纸片。 不一会,乌园外也醒过来了。 原来,此时此刻,皮秀才带着捕快,包围了客栈。 他们破门而入的时候,道士正在焚香施法。 皮秀才一晚,狗血泼在道士的头上,道士顿时倒地抽搐。 他正在施法陷害乌宁伯,幸亏皮秀才他们来得及时,才没有得逞。 县令经过审讯,才得知这是一个假道士,其实是一个骗子,学的几道妖术,专门利用妖术招摇撞骗。 后来,道士被斩首示众。 自古以来,人与人之间,似乎都存在攀比的心理。 其实,攀比本没有对错之分,极度心或许能激励人的斗志,激发人产生上进的心理与行动。 但是,极度的同时,千万不要产生恨意,掉进自寻烦恼的漩涡里,难以自拔。 很久以前,山脚下的一处小村落里,住着十几户人家,其中有两户人家,因为给央田放水的时候,发生了争执,成了仇人。 两家人路上碰见,都会横眉冷对,而且还会在背后说闲话。 其中一家姓柯的农户,屋主名叫柯太顺,最近两年运气很好。 为了给儿子起新房娶媳妇,他把旧房推倒,在原来的地基上,重新盖了五间大瓦房。 在挖地基的时候,挖出了两坛子白银,将近三百两。 有了这三百两银子,柯太顺买了十几亩粮田,日子过得很是红火。 他的儿媳妇娶进家里后,很是贤惠,被左邻右舍看在眼里,夸在嘴里,让有儿媳妇的人家,好生羡慕。 前不久,柯太顺的女婿考上了举人,让他的脸上增添了不少光彩。 相反,和柯家结仇的杜不成,运气却一直不好。 他的老婆,是个药罐子,一年四季咳嗽不断,吃药不断。 偏偏儿媳妇,是个泼妇,稍有不顺,就呼天枪地寻死觅活,闹得鸡犬不宁。 杜不成的心情,一年四季都是阴雨天气。 人比人,真是气死人。 看着柯家越过越红火,他的心里极度地要死, 巴布得柯家出个什么事,让他看笑话。 每次从柯家路过的时候,他都会悄悄地朝着柯家大门吐口水, 嘴里轻声骂道,让你柯家到大眉。 柯太顺家里运气不是一般的好,就连他家的羹牛也让大家羡慕不已。 羹牛壮实得像一座小山,羹起田来有始不完的劲。 特别是头上那一对牛角,无比坚硬,曾经硬生生地将一棵胳膊粗的小树,用牛角挑断。 村里其他农户的羹牛,看见他,都会敬而远之。 羹牛虽然壮实,但是对柯太顺很温顺,俯首贴耳,言听计从,从不发牛脾气。 柯太顺也很喜爱他,常常在草料里加上豆料,让他掌标。 每当春季青草旺盛的时候,他都会牵着羹牛,到山上放养。 这一天,柯太顺把羹牛赶到父亲的坟墓附近放牧,顺带去看望一下父亲的坟墓。 他正围着坟墓转悠的时候,只见羹牛冲了过来。 羹牛红着眼睛,低着头,猛地撞向墓碑,牛角一晚,只听一声巨响,墓碑倒在一边。 柯太顺急忙过来查看,却见墓碑下面埋着一块白布,白布上侵染着血迹。 他心之有意,肯定是哪个坏人,想算计他,在墓碑下面做了手脚。 他连忙把白布捡出来,缠着石头,扔进了山剑里。 柯太顺疼爱地抚摸着牛头,说道,没有伤着你吧,老伙计,感谢你帮我破了诅咒。 柯太顺不知道是谁这么缺德,他也懒得知道。 就像当初和杜不成结仇,他本来不想因为一点小事和他反目成仇。 每次看见杜不成,都会笑脸打招呼,无奈杜不成不理他,还朝他吐吐沫,他才不再理会杜家。 过了一段时间,杜不成耕田时,他的耕牛就像撞了鞋一样,忽然冲到他面前,用牛角把他掀翻在地。 杜不成的小腿骨被撞折了,在家里躺了三个多月才能下床走动。 刚刚才能走动,杜不成就迫不及待地来到山顶寺庙里,拜见老和尚,询问为何他运气不好。 好端端的,突然被羹牛撞倒了。 老和尚微微一笑,说道,你这是报应。 原来,那块沾染着血迹的白布,是杜不成悄悄埋进去的。 他极度磕家运气好,找来一块白布,脱接生坡染上孕妇的血。 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办法,因为在民间里流传着孕妇的血,能够破坏别人的孕妇的说法。 杜不成不服气,问道,为何我埋进血布,磕家运气没有坏,我还要遭到报应。 老和尚说,磕家因得厚重,有牛神暗中护佑。 你之所以遭到报应,是因为人在坐天在看,神灵在惩戒你。 叹口气,老和尚接着说,人和人之间,运气本来就有差别,你好好地过你的日子就行了,何必恨人家比你强,自寻烦恼。 听了老和尚的话,杜不成垂头丧气地回来了。 走在路上,他终于醒悟过来,回家后,他让儿子买来一份厚礼,亲自到磕家赔礼道歉,讲了自己的龌龊事。 磕太顺原谅了他,两家和好如初。 几百年前,水大胆中了无举,把旧房子推倒,翻盖举人府。 他的仇人邱满天觉得,机会来了,买通你瓦酱,在水大胆卧室的窗台上,埋下恶鬼咒,企图取他性命。 丘满天和水大胆之间的仇恨,是几代人的恩怨,说起来话长,不解释也罢。 反正两家之间的仇恨,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,不共戴天,难以和解。 举人府建造好后,水大胆敲锣打鼓地搬了进去。 当天晚上,睡梦中的水大胆,被窗外一阵轻微的响声惊醒。 他是练武之人,特别机敏,一有风吹草动,都会引起警觉。 水大胆拔出宝剑,疼得跳下床,潜到窗口,聆听外面的动静。 外面静寂无声,过了好一会,仍然没有声音,他又回到床上躺下。 刚躺下不久,院子里传来脚步声,来到门前停下。 不一会,就响起了窍门的声音。 水大胆拿着宝剑,潜到门前,猛地拉开门,只见惨淡的月光下,站着一个巨人,扛着一把大刀,对着他发出一阵怪笑。 水大胆仗剑,和巨人打斗起来,巨人力大无穷,挥舞着大刀乱砍,大刀锁到之处,数折目断,一片狼藉。 纵然水大胆武艺高强,也根本不是巨人的对手,不到十个回合,就被巨人一刀砍死。 等到早上,家仆打开门,发现水大胆光着上身,手握宝剑,躺在院子里,急忙把他抬到床上躺下。 过了好久,水大胆醒过来,目光痴呆,断断续续地讲了昨晚的遭遇。 家仆大为惊讶,院子里一切如旧,根本就没有打斗的痕迹,看来主人生病了,于是请来郎中诊治。 郎中说是受了伤寒,开出药方让家仆煎药喂服。 可是,药汤未进水大胆的嘴里,他都吐了出来,强行灌下去,过不了多久,他趴在床上吐得到处都是。 水大胆每天都昏昏沉沉地说着胡话,说什么恶鬼来索命了。 有时候,他闭着眼睛躺在床上,手舞足蹈,看样子就像在和人打斗。 转眼几天过去,水大胆的病情越来越严重,眼看就不行了。 他的两个弟弟得到消息,急忙赶过来,守在病床前,长须短叹,无法可想。 这一天晚上,两兄弟在一起商量,看样子哥哥不像是得病,更像是中了邪。 本来他们练武之人,是不相信邪气之说的,现如今为了救治哥哥,只得打破惯例。 二弟说道,三弟,听说城南有个算命瞎子,极为灵验,有通鬼神之术,我俩不妨找他算一算。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哥就这样死掉吧,我们姑且尽一尽人事,成与不成,全在天意。 三弟点头同意了。 第二天上午,两人骑马来到城南,找到算命大仙。 算命大仙掐指一算,说道,你们的大哥被人算计了,中了阴刀。 所谓的阴刀,就是被阴间恶鬼的刀砍伤,阴气进入体内,渐渐吸进人的阳气,必死无疑。 这个办法极为歹毒,但是反噬极强,一旦启动恶鬼咒,中咒的人没有死,施法的人就会死,恶鬼会去吸食他的阳气。 两兄弟急忙让算命大仙解救,算命大仙说,这是好办,也不好办,必须找两个吉阳之人,把中指的血滴进病人的嘴里,助他驱赶阴气。 之所以说不好办,是因为很难一下子找到两个吉阳之人。 两兄弟急忙爆出各自的八字,让算命大仙算一算事,不是吉阳之人。 算命大仙惊讶的张大嘴,真是巧了,两兄弟竟然都属于吉阳之人。 两兄弟大喜,急忙回家,当即按照算命大仙所说,烧了纸念了咒,割破中指,把血滴进大哥的嘴里。 不一会,只听水大胆的肚子里像打雷一样,发出一阵阵巨响,好久才归于平静。 后来,水大胆睁开眼,恢复正常了。 当天晚上,恶鬼被驱赶出来,急匆匆地跑到秋蛮天的家里,破窗而入,咬住他的脖子,吸食阳气。 再不补充阳气,他就要灰飞烟灭了。 第二天,秋蛮天的死讯传出来后,水家兄弟这才知道,是秋蛮天暗中使坏,却最终自食苦果。 明朝家境年间,有一个名叫罗怀宇的学童,到两里多远的宗族学堂里读书,每天早去晚归。 他天资聪颖,具有过目不忘的本领,深得先生的器重,着重培养他。 这一天,罗怀宇放学回家,发现吴奶奶的猪圈倒塌了,一堆乱石下面,压着两只癞蛤蟆。 这种东西,在乡下比较常见,虽然长得丑,但是喜欢吃蚊子,乡下人并不讨厌他们。 罗怀宇以为癞蛤蟆被压死了,心中无比惋惜,抬腿就走,忽然看见一只癞蛤蟆的腿动他了一下。 原来癞蛤蟆命大,没有被石头压死。 他赶紧搬开石头,捧起癞蛤蟆。 可是,两只癞蛤蟆已经被压扁了,虽然四只还在抽搐,但是已经没救了。 他哭丧着脸,捧着两只癞蛤蟆,打算扔到屋后水沟里,被吴奶奶看见。 吴奶奶说,童子尿可以治疗内伤,你可以试一试。 罗怀宇信以为真,兴冲冲地捧着两只癞蛤蟆,回到家里。 他把癞蛤蟆放在瓦罐里,冲着瓦罐撒尿,然后把瓦罐放在院子里。 第二天早上,罗怀宇去查看,两只癞蛤蟆果然活了过来。 在家里养了三天后,罗怀宇把他们放到野外去了。 一转眼十几年过去,罗怀宇长大了,去参加童生式,考了第一名,成为远近闻名的秀才。 第二年,以优等成绩选送参加乡试,父亲突然病倒了,无法成行。 罗父的病时好时坏,拖了三年,撒手稀去。 罗怀宇为了守孝,只得又一次放弃了参加乡试的机会。 等到守孝期满,过了不久,又到了乡试之期,罗怀宇打点行装,辞别母亲,走水路去省城参加乡试。 船只走了不久,忽然狂风大作,江面上波涛汹涌,船只随着波浪上下颠簸,船上的人吓得大声尖叫,紧紧地抓着船弦,不敢松手。 忽然,江面上浮现龙尾,一个横扫,船只被打得粉碎,船上的人都被打落水中。 罗怀宇的身子不住地往下沉,口中呛了几口水,眼看就要昏厥过去,忽然身子一清,将水自动分开,献出一条大道。 罗怀宇顺着大道往前走,来到一座宫殿前,门口迎出一名童仆,说道,奉先封官之命,恭迎先生,请先到室内用茶。 罗怀宇随着童仆入内,从侧门进入宫殿,在偏屋里坐下,童仆捧上香茶。 罗怀宇询问这是何处? 先封官是谁? 童仆捶手说道,先生别问,到时候自现分晓。 说吧,就出去了。 哭作片刻,童仆忽然进来禀告,先封官回来了。 话音刚落,走进来两个将军,与罗怀宇拱手行礼,口称罗怀宇为恩公。 罗怀宇不解其意,询问起来。 其中一个将军大笑着说,恩公难道忘了? 二十年前,童子尿救活两只癞蛤蟆之士。 原来,这两位将军,就是那两只癞蛤蟆。 他们是龙王的先锋官,但凡龙出行,前面都会有两只癞蛤蟆开路,故此称为先锋官。 那一年,两只癞蛤蟆不幸被倒塌的砖石砸伤,幸亏被罗怀宇救活。 后来,龙王在癞蛤蟆中选拔先锋官,他们两兄弟脱颖而出。 今天,他们随着龙王出去兴风作浪,执行公差,无意中发现了罗怀宇,便将他送入龙宫,躲过灾难。 船上的那些人,虽然最终都活了下来,却经历了一场苦难,财务尽失。 两位先锋官设宴款待罗怀宇,罗怀宇担心误了考期,想要告辞,先锋官只说不碍事,他才坐下饮酒。 酒吧,两位先锋官送了一套文房四宝,说是龙宫之物,写起文章来,下笔如有神著。 他们让罗怀宇坐上一只小船,小船自动浮出水面。 罗怀宇一看,已经到了省城码头。 罗怀宇乡是高中第一名,后来高中第十二名进士,成为官员。 那套文房四宝,陪了他一辈子。 他死后,儿子把那套文房四宝作为传家宝,收藏起来。 可是,后来却怎么也找不到了。 唐朝末期,书生燕禁举拜访文友,喝得醉醺醺的,在文友的书房里小妹片刻。 醒来后,发现天色已晚,赶紧告辞文友,急匆匆地往回赶。 走在山路上,忽然看见一名女子,站在路旁抹眼泪。 燕禁举好生奇怪,询问他为何独自一人在此哭泣。 女子抬起泪眼,看向燕禁举。 燕禁举不由地惊呆了,女子貌美如花,宛如仙女。 女子讲了起来,她本是成大户的女儿,归名海棠。 家里请了一个私塾先生,教导弟弟读书。 书生名叫严聪问,二十出头,是个落地的秀才,边教书边读书。 严聪问和海棠一见钟情,两人经常私下里悄悄约会,立下海誓山盟,今生非彼此不嫁不娶。 过了一段时间,严聪问大着胆子,向城大户提亲,被城大户嘲讽一番,赶了出去。 城大户家里有一座后花园,严聪问便和海棠在矮墙处相会,约定一起私奔。 两人约定三天后在此处见面,投奔严聪问的表叔。 表叔离此几百里远,是城里的富商,完全有能力收留并且庇护他们。 到了约定的日期,海棠趁着夜色,带着包袱,来到后花园的矮墙处,等了一晚上,也不见严聪问赴约,只得逃了出来,去严聪问家里找他。 那知道迷了路,在山里转悠了一天,眼看天色已晚,无处可去,故此哭泣。 燕进局听完,不由地破口大骂严聪问不讲信用。 他见海棠哭得梨花带雨,心生怜悯,本想收留他,又担心父母不允。 海棠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,哀求说,你暂且收留我一晚,明天我继续寻找严聪问的家。 燕进局想了想,说道,这样吧,你先跟着我回家,在后院门外等候。 等到我的双亲都入睡了,我再出来接你到书房。 海棠同意了,跟着燕进局,在后院门口等候。 到了半夜里,燕进局打开门,把海棠带到书房里。 他本想让海棠独自在书房里歇宿,无奈海棠拉着他不让走,声言一个人害怕。 燕进局留下来陪伴海棠,却最终把持不住,和海棠睡在了一起。 燕进局舍不得海棠的柔情,便把他留了下来。 海棠躲在书房里,足不出户。 燕进局也出去打听过严聪问的住处,却没有得到半点消息。 转眼间半个多月过去,父母见燕进局面色发黄,精神萎靡不振,怀疑他生了病。 哪知道请来郎中,却检查不出原因。 这一天是初一,母亲让燕进局到寺庙里烧香,祈求菩萨保佑。 燕进局到寺庙里拜了菩萨,然后在寺庙里游玩,遇见一位白美老僧,喊住他说道, 阿弥陀佛,这位施主,你气色不佳,因气缠身,灾祸不远了。 燕进局吓了一跳,赶紧跪下,请高僧化解。 高僧把燕进局带到禅房,坐在蒲团上入定。 两久之后,高僧睁开眼说道,你前世辜负了一位痴情女子,她的魂魄追到金氏纠缠于你。 原来,燕进局的前世,就是严聪问。 海棠做事不密,被承大户发现端倪。 承大户找到严聪问,威胁他要是胆敢和海棠私奔,就去县衙里告他,剥夺他的功名身份。 承大户还冒充海棠的笔法,写了一封绝情书信。 事已至此,严聪问只得作罢。 承大户之所以不告诉海棠真相,让海棠在矮墙处等了一晚,就是让他以为严聪问变了心,从此死心。 过了一年多,承大户给海棠说亲,哪知道海棠痴心不改,非严聪问不嫁,被承大户呵斥一顿。 海棠伤心欲绝,上吊自杀。 他死后,魂魄记恨严聪问变心,去找他。 可是,严聪问早在半年前,就因伤心过度,而死去,魂魄已经投胎转世为燕禁局。 一直等到十八年后,海棠才来纠缠燕禁局,祸害于他。 燕禁局听老僧讲完,询问化解之法。 老僧让燕禁局回家后,对海棠实话实说,求他宽恕。 海棠得知详情,知道错怪了他,眼面飘然而去。 燕禁局到寺庙里做法事,超度海棠的亡魂。 过了几天,他梦见海棠来辞行,投生道顾大户家为小女儿,叮嘱十六年后,让燕禁局去提亲。 燕禁局为了不赴海棠,一直未娶,十六年后,他按照当初海棠所说地址,带着聘礼提亲,讲了前因后果。 因为年纪相差太大,故大户不同意。 谁知小女儿燕妮看见了燕禁局,豁然开朗,想起了前世今生的往事,哭闹着非他不嫁。 故大户无奈,只得应允婚事。 婚后,两人恩恩爱爱,生儿育女,过起了快乐幸福的生活。 这是《聊斋志义》里的首篇故事,写了一个孝子考上了城隍,请求延妻赋任的故事。 表面上是一个鬼故事,其实重点突出了孝道文化,为了让书生孝顺母亲,连让人们胆战心惊的殷曹地府, 也有了人情味,延长了书生的寿命。 孝道文化,是支撑中华民族文明的支柱之一,在任何时候,都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。 话说有个叫做宋涛的林生,很有才学。 所谓的林生,就是由国家给予膳食补助的秀才,遂科两世中名列前列的佼佼者。 这一天,他病倒了,忽然看见一个官吏,牵着一匹高头大马来到门前,手持帖子畅诺道,卑职奉命请先生去考试。 宋涛好不奇怪,现在不是考试的时候,再说了,也没有听说学官到县里来啊,就问道,省府学政来人了吗? 怎么这么急?清朝制度,各省学政在三年内,依次到各县考核生员,称为暗林。 所以宋涛才会有此疑问。 来人也不解释,只是催促宋涛快点上马,说事就等着他了。 宋涛只得带病上马,跟着官吏前行,可是道路非常生疏,根本就不是去县里的道路,宋涛心内不免疑惑。 过了一会,就到了一座城郭,很是气派,好像是一座王府都城。 宋涛跟着官吏进了宫殿,里面金碧辉煌,真是亮瞎了眼。 只见大殿之上坐着十几名官员,都不认识,只认得官帝老爷。 宋涛不由地惊讶起来,我怎么看见官帝老爷真神了? 这是哪里? 正在发懵,官吏催宋涛入座考试。 宋涛这才发现,店外走廊上已经摆着两副桌椅,其中一副桌椅上,已经坐着一个秀才。 宋涛入座,桌上已经摆放着笔墨纸验。 不一会,诗卷发下来了,宋涛一看考题,八个大字,一人二人,有心无心。 于是埋头奋笔集书起来,两人很快就写好了文章,把卷子交了上去。 宋涛的文章里,有一句这样的话, 有心为善,虽善不赏,无心为恶,虽恶不乏。 意思就是,如果是故意去做善事,孤名调遇,上天不会给予奖赏。 如果是无心,做了坏事,无心之过,上天也不会惩罚。 这个观点,一致得到各位大神的认可,纷纷点头赞叹说道,就是他了。 于是,宋涛被叫到殿上,神人对他说,河南却一个城隍,看来你看当此任,快去上任吧。 宋涛这才明白,原来自己在殷曹地府里,他忙跪下大哭着说,城门厚爱,但是我确实难以从命。 家中还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母亲,我这一走,就无人奉养了。 恳请等到老母亲寿终正寝,我尽孝送终之后,再来听从录用差遣。 众神一愣,还有拒命不从的。 正中间坐着一位帝王面相的大神,吩咐道,快去拿生死簿来,查一查宋母的寿命还有多长。 一个大胡子官吏急忙拿来生死簿,翻查后,跪着禀告说,启禀王爷,宋母还有九年阳寿。 众神不免愁愁起来,这可怎么办? 官帝老爷说道,这样吧,暂且让张秀才代替九年。 转头对宋涛说,本应让你即刻赴任,姑且念你,却有实情,孝心可嘉,准你九年假期。 假期一到,就去赴任,不得有误。 然后,又勉励了张秀才几句,让两人退下。 张秀才一直把宋涛送到郊外,说自己是长山县人,还做了一首诗送给宋涛。 不过,宋涛只记得其中一句,有花有酒春常在,无竹无灯夜自明。 宋涛醒过来后,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,却发现躺在棺材里,于是垂打喊叫起来。 老母亲听见棺材里有响声,急忙让人打开棺材,扶宋涛出来。 原来宋涛已经死了三天,明天正准备下葬的。 宋涛后来到长山县打听,果然有个张秀才在那一天死了。 过了九年,老母亲果真去世了。 宋涛办理完老母亲的丧事后,急忙回到家里洗了澡,穿好衣服,突然就没有了气息。 宋涛的岳父住在县城西门,这一天,忽然看见宋涛骑着高头大马,带着很多仆从,来到他家里,向他拜了一拜转头就走。 岳父一家很惊讶,好好的,到什么别呀? 这是真奇怪。 急忙派人去宋涛家里,才知道宋涛已经死了。 承皇的任命,原来也需要考试。 可是,这明明是清朝科举考试的出题方式,杜撰的痕迹,暴露无遗。 这只要与作者蒲松灵老先生是清朝人有关。 作者要是生活在在汉代,没有考试,只有举孝连的推荐方式,书中必然就会出现举孝连的方式,光凭宋涛的孝心,就已经合格了。 而且下令查生死步的,必然是阎王爷了,宋涛竟然不认识,也算可疑之处。 但是,不管如何,故事宣扬了孝心的可家,只要有孝心,就连阎王爷、官帝老爷等大神,也会敬让三分。 这是这篇故事的可取之处。 很久很久以前,吴县有个书生,名叫殷天顾,他的父亲与人争执,被对方打死。 殷天顾告到县衙,县令秉公处理,将行凶者判处死刑,秋后问斩。 案子上报周府,批文同意判决。 到了秋天,凶犯被处决在菜市口,官者如云。 当天晚上,殷天顾在父亲的坟上烧纸,把这一喜讯,祷告给父亲的亡魂。 过了几天的晚上,父亲托梦,哭着说被关在阴间的监狱里。 原来,行凶者柳三郎的父亲,死后在城隍属下当差,他鼓动儿子柳三郎在城隍爷面前告状。 城隍爷偏袒柳三郎,把阴妇抓到公堂上,打了二十大板,关在监狱里。 殷天顾醒来后,非常气愤。 第二天上午,他气冲冲地跑到城隍庙里,指着城隍爷的素想,大骂说道, 你真是一个糊涂城隍,阳间官员已经宣判柳三郎死刑,证据确凿。 在阴间坐牢的应该是柳三郎,为何反倒把我的父亲抓去坐牢? 这不是颠倒黑白吗? 殷天顾越说越气愤,索性捡起墙角的坡刀,抡起来将城隍爷的素想劈倒。 当天晚上,两个官叉手拿锁链,将阴天顾锁拿到公堂。 城隍爷威严地端坐台上,大喝道,大胆,狂妄之徒,竟敢藐视本官,殴打阴间官员。 现剥夺你的阳兽,让你成为阴间的流浪鬼,不准超生。 下令将殷天顾打了二十大板,赶出公堂。 殷天顾的魂魄在阴间流浪,想去阎王殿上诉,无奈鬼差得到主妇,不让他进去。 他想去找官公投诉,无奈没有通行证,过不了阴间的关卡。 这一天,殷天顾坐在荒郊野外的石头上,伤心地大哭,忽然头顶的天空中光芒万丈,半空中站着一位菩萨,询问他为何伤心大哭。 殷天顾讲了他的遭遇,菩萨说,我派遣使者去和阎王爷说一声,你随后去阎罗殿报道,投胎去吧。 殷天顾急忙跪下叩头,站起来后,菩萨已经走了。 他急匆匆地赶到阎罗殿,这一次,鬼差没有拦他,放他进去了。 阎王爷翻开生死簿查看一下,吩咐小鬼送他投胎到河南谭家。 谭家是书香门第,给儿子取名谭翠山。 谭翠山很聪明,读书过目不忘,十五岁便考上秀才。 后来高中进士,被分配到无县担任县令。 他为人刚毅,不畏权贵,深得当地老百姓的敬重。 早几年,吴县有个大户人家受到小混混的骚扰,跑到城隍庙里祷告。 到了晚上,城隍爷令人把小混混抓去打了四十大板。 小混混醒来后,悔过自心,到处传说他被城隍爷责罚的经过。 大户人家感恩戴德,在城隍爷诞辰之日,抬着木头雕刻的城隍神像,敲锣打鼓地游行。 每一年都如此,慢慢地,当地老百姓都参与进来,形成了神会。 后来,每一年到了城隍爷诞辰之日,当地老百姓家家户户出钱集资,把木头神像穿上锦衣绣服,用华丽的马车拉着,在大街上游行。 大家举着各种各样的一仗齐翻,敲锣打鼓,再歌再舞,热闹非凡。 游行吧,还在空地上搭台唱大戏。 这一年,民间做神会的时候,碰巧县令谭翠山外出,挡住了道路。 谭翠山让人通知游行的队伍停下来,换来主持者询问究竟,主持者如实相告。 谭翠山大怒,来到神像面前,指着神像大声呵斥说,你是主管一个地方的城隍神,如果不灵验,就是一个糊涂鬼,不值得叩拜。 如果灵验,就该爱惜老百姓。 神会花费巨大,不是耗费民力吗? 这与搜刮民之民高的贪官,有何区别? 说完,谭县令鹤令牙翼推倒神像,打了二十大板,下令以后不准举行城隍神会,为令者必究。 这以后,无限的老百姓不再举行城隍神会。 转眼过了一年多,这一天,谭翠山带着三岁多的儿子在郊外放风筝,风筝被树枝缠住,他爬上树解开缠绕的风筝线,十足摔下来,大腿骨折。 郎中治疗了一段时间,不见好转,过了不久死了。 这以后,城隍庙附近的住户,每天晚上都听见谭县令和城隍的争吵声,谭县令愤怒至极,高声喝骂,一连十几个晚上都是如此。 这一天早上,人们忽然发现,城隍爷的塑像改变了模样,样貌像及了谭县令。 人们恍然大悟,谭县令成了城隍爷。 人们敬重谭翠山的正直,春秋祭祀,据说有求必应,极为灵验。 清朝康熙年间,有个姓丁的山中人,好吃懒做,日子越过越穷,眼看过不下去了。 这一天,他突然灵光一现,有了主意,干脆冒充道士,下山骗吃骗喝。 离家不远,就有一座道观,道观里有个老道。 姓丁的没事时,总爱跑到道观里和老道胡吹海砍,懂得一些道士的术语,加上他天生能说会道,把道袍一穿,还真像那么回事。 姓丁的把道袍的钱欠着,跑到山下,摇身一变,成了丁道长。 他吹嘘说,隐居深山修行多年,目前道法高强,故此下山,帮助世人,解救苦难。 有些人还真信了,把丁道长请到家里,进入上仙,好酒好肉款待。 他几杯酒下肚,大肆吹嘘起来,声称能驱鬼捉壶,斩妖除魔。 有好事者就说,你既然有这么大的本事,何不到马园外家里去? 他家里闹鬼闹得厉害,一筹莫展,正需要你这样道法高强的人。 马园外是这一代首富,家里的宅院从祖辈传下来,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了。 就在春上,家里经常丢失一些小东西,而且总是发生在深更半夜里。 马园外怀疑是家仆所为,有一天,他展开突然袭击,把整所宅子挨门挨户地搜查一遍,并且让所有家仆脱衣检查,却没有找到一件丢失的东西。 一时间,家里流言四起,都说在闹鬼。 而且,家里的东西不翼而飞的现象,仍在继续。 马园外心急如焚,却一筹莫展。 丁道长找上门来,马园外大喜,把他迎进屋里,恳请他驱鬼。 丁道长设下法坛,登上高台,装模作样地杖剑作法,嘴里念念有词。 然后用朱纱在黄纸上画下几道符咒,在每道门上贴上符咒。 做完这一切,丁道长大笑着说,本法师已经将恶鬼驱逐跑了,园外把心好好的揣进肚子里,安安稳稳地睡大觉吧。 马园外急忙吩咐家人摆下酒宴,陪着丁道长喝酒,然后安排丁道长在前院里住下。 第二天早上,丁道长醒来,发现自己的靴子少了一只。 事后他的家仆赶紧寻找,却怎么也没有找到。 家人们窃窃私语,看来丁道长把恶鬼得罪了,恶鬼开始戏弄起他来。 马园外闻言,忧心忡忡起来。 丁道长却说,旧鬼已经赶走,这是新来的鬼,待我做法驱除。 于是仗剑在宅院里走了一遭,声称已经赶走了新来的恶鬼。 马园外负了酬劳,挽留丁道长长留下来。 此举正和丁道长的心意,他便住了下来,混吃混喝。 巧的是,此后七八天里,家里没有丢东西了,大家都夸丁道长法力高强。 可是,夸奖声还没有平息,家里又开始丢东西了。 丁道长当仁不让地杖剑驱鬼,闹腾一阵后,家里又安静了好几天。 然后又开始丢东西。 马园外沉不住气了,开始计划搬家。 他在乡里另外有一套别墅,于是把家搬到别墅去了。 每当丁道长从马园外那里得到酬劳,都会跑到外面胡吃瞎混。 刚巧马园外搬家的这几天,丁道长又出去了,根本就不知情。 等到这一天晚上,他喝得醉熏熏地回来时,马园外已经把家搬走了。 看门人说了马园外搬家的事情,丁道长醉着酒,也没有在意,嘴里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,跌跌撞撞地走进去,倒在地上便睡着了。 到了半夜里,丁道长忽然被嘻嘻嘶嘶的声音惊醒。 此时,他的酒已经醒了几分,猛然想起看门人说搬家的事情,屋里已经没有人了,哪里来的声音? 莫非真的有鬼? 想到此,丁道长胆战心惊起来,吓得一动也不敢动。 直到声音远去,他才大着胆子把眼睛睁开一条缝。 只见对面的书房里,昏暗的夜里,站着一个瘦弱矮小的身影,面对着书柜,似乎在寻找书籍。 丁道长猛地站起来,冲到黑影面前,抡起拳头,拼尽全力地打了起来。 他听见七粒地叫声,打得更使劲了,边打边大声吼叫道,快来人哪,我捉住鬼了。 两个看门人提着灯笼拿着棍棒冲进来,才发现地上躺着一只山猴子,已经口吐白沫昏迷过去。 原来,所谓的闹鬼,其实是山猴子在偷东西。 一个堂堂的驱鬼天师,竟然被一只小小的山猴子吓得惊慌失措,冰道长的牛皮被戳穿了,再也装不下去了。 他实在无言继续混吃混喝了,偷偷地溜出马家宅院,灰头土脸地跑回山里去了。 这篇聊斋故事,讲述了一匹从画中出来的马儿,让书生从此摆脱了贫困潦倒的境况,传奇性很强。 这幅画作,是元朝著名的画家赵孟甫所创作。 赵孟甫,自紫昂,号称松雪道人,浙江无星人。 无星就是现今的浙江省胡州市。 他是南宋末期到元朝初期著名的书法家、画家、诗人,是皇朝后裔、赵匡印的嫡系后代子孙。 赵孟甫在绘画上成就很高,他开创了元代的新画风,被称为元人冠冕。 其中传世画作《秋娇印马卷》,现珍藏于故宫博物院里。 好了,闲话到此,进入今天的白话聊斋故事吧。 话说,山东林青有一个姓崔的书生,原本是书香门第,富庶之家,因为祖父卷入一桩诉讼官司里,旷日持久,导致家世败落。 到了崔生长大后,家里变得非常贫困,缺吃少穿的,连院墙倒塌了,也没有钱修缮,一副破败凄凉景下。 最近,崔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,有一匹马,总喜欢窝在院子里的草地上。 这匹马一身黑毛,剑杂着白色的花纹,很是好看。 只不过尾巴很丑,上面的毛像被火撩过一样,长短不齐。 崔生也不知道哪里来的,就赶他走。 可是白天赶走了他,到了晚上,他又回来了,依然卧在草地上。 崔生苦于没有生计,打算去投奔好友。 这位好友在山西做官,路途遥远,但是崔生苦于没有角力,一直无法成行。 看着这匹赶也赶不走的马,他忽然灵机一动,就把他捉住,拴上缰绳,骑着他去山西。 临走时,崔生叮嘱家人说,要是马的主人寻找上门,就说我骑到山西去了,让他来山西找我。 上了路后,马儿撒开蹄子,一路奔驰,眨眼间就跑了一百多里路,让崔生嘖嘖称奇。 到了晚上,在旅店里住宿,崔生用豆料喂马,可是马儿好像没有胃口,只吃了一点。 崔生以为马儿过于劳累,生病了,第二天上路后,就拉紧缰绳,不让马儿跑得太快。 可是,马儿纵跳斯明不已,不愿受到控制,那种矫健的样子,没有一点病态。 崔生只得放松缰绳,任马儿奔驰。 马儿和昨天一样,奔跑如飞,中午就到了山西。 到了朋友的关牙,朋友大喜,盛情款待,让他好好的住一段时日。 于是,崔生每天骑着这匹马,在集市上闲逛。 人们看见这么一匹矫健的马儿,禁不住纷纷称赞为官。 消息传到了晋王的耳中,晋王派随从找到崔生,想出高价买马。 崔生想到,马儿不是他的,担心马儿的主人会寻到这里来讨要,不敢卖,回绝了来人。 在山西住了大半年,朋友无法给他安排合宜的事情,崔生就想回家。 他见这么长时间,没人找来要马,就把马卖给了晋王府,得到八百两银子,重新买了一匹罗马,骑着回家。 有了这八百两银子,崔生就置了一些田地和店铺,苦心经营,渐渐地,富裕了起来,积累起万贯家财。 过了几年,晋王有紧急公务,要办,派遣属下校尉到林青办事。 谁知刚到林青,马儿就挣脱江绳跑了。 校尉在后面追赶,只见马儿跑进崔生东面的邻居家里去了。 校尉闯进去要马,这家主人姓曾,说根本就没有看见马儿进来。 校尉亲眼看见马儿进来了,怎会相信? 强行在屋里搜寻。 他在后院里搜寻了一遍,没有发现马儿,就进到厅堂里,忽然发现墙上挂着的一幅画,是画家赵子昂画的马图,上面有一匹马,很像他丢失的那匹马。 尾巴上被箱头点了一下,导致尾巴上的毛发长短不齐。 校尉恍然大悟,原来画上的马儿成腰了。 可是,校尉丢了马,回去不好交差,拉着姓曾的见官告状,要让曾家赔偿。 事情传得沸沸扬扬的,催生听说后,就主动拿出钱来赔偿了马钱,好让校尉回去赴命。 曾家自然对催生感激不尽,他当然不知道这匹马是催生卖给晋王府的,并因此发了财。 催生听说马儿是画上的,就好奇地来到曾家观看。 一看见图画,催生不由地愣住了,这幅画曾经是他家的。 催生的爷爷最喜欢这幅画了,常常在桌子上燃一支箱,把图画展开细细赏完。 有一次,爷爷不小心,把箱盏碰倒,箱头吊在画上。 那时候,催生还是小孩子,常常陪着爷爷看画。 他手急眼快地把箱头弹到地上,不然的话,画上马儿的尾巴都会被烧掉,这幅画就毁了。 兴曾地说,这幅画,还是催家变卖家产的时候,他花钱买下的。 催生终于明白,马儿为了感谢他,及时弹掉箱头,特地报恩于他。 虽然卖马的八百两银子,如今又还给了晋王府,但是,靠着这八百两银子做本钱,他早已变得富裕起来,终于摆脱了贫困。 这篇聊斋故事,原助理定位为妖马,至于他为什么要跑到催生的院子里,并让催生从此致富,没有进行交代,显得有点突兀。 小编为了让故事显得更加完美,就杜撰了催生与画中马儿结下因果渊源的情节,让马儿帮助催生发家致富,变得更加合理起来,也让马儿的现象更加饱满起来,让故事多了极许温情,让读者心中增添极许温暖。 姑且算作狗尾叙雕吧。 这篇故事讲了一个书生游览寺庙时的奇遇,也就是来了一场梦幻之旅。 正所谓福祸相依,有风流美事就必然会有惊吓。 正如蒲松灵老先生在文末点评,人有淫心,是生谢敬,人有谢心,是生不敬。 故事具有深刻的含义,输出的是一种正确的价值观,借老僧点画书生,来点画云云众生,要远离贪念,修身自豪。 话说江西人梦龙潭和朱举人客居京城,这一天相约到一座寺庙里游玩。 庙宇不大,暂住着一个云游老僧,他客气地引着两人游玩。 大殿里的塑像是南朝名僧宝制的,两边都是壁画。 游玩到东边的壁画面前,朱举人发现是一幅天女散花图,图中一位垂条少女的形象活灵活现,手拿鲜花面带微笑,眼珠子似乎在寒情默默地看着他,嘴唇似乎有话要对他讲。 朱举人吃了,不由地幻想起来。 忽然间朱举人觉得身子飘进了画中,里面的景象不似人间。 只见一位老僧正在讲解佛经,旁边围着许多和尚聆听,朱举人也走进人群里听讲。 忽然,有人扯了一下衣角,朱举人转头一看,正是那位垂条少女,微笑着向他招手。 朱举人跟着他,进了一间小屋。 两人亲热完,垂条少女叮嘱朱举人不要作声,就出去了。 到了晚上,垂条少女又来了。 就这样过了两天,朱举人和垂条少女的事情还是被女伴们发掘了。 他们把朱举人搜出来,和垂条少女嘻嘻哈哈地开起了玩笑,还把垂条少女的头发换成已婚妇女的发型。 女伴们走后,朱举人看着女人,换了发型,更加漂亮了。 这时,忽然听见屋外传来响亮的皮靴声,还有铁链子拖在地上的响声。 两人趴在门缝里一看,原来是一个金甲神人,长得脸黑如漆,一手拿着铁链子,一手举着大锤,在审问女伴们。 只听金甲神人贺问道,都到齐了吗? 众女回答道,都到齐了。 金甲神人怒目说道,如有藏匿下界凡人的,赶快揭发出来,免得找罪受。 众女纷纷说,没有。 金甲神人怂怂鼻子,眼睛凶狠地四处转悠,似乎准备搜索,自言自语地说道, 可是,我明明闻见了生人妹啊。 女人大惊失色,急忙让朱举人躲在床底下,自己打开墙上的窗门,慌慌张张地跑了。 朱举人吓得一动,也不敢动,趴在床底下,大气也不敢出。 只听见金甲神人的皮靴声进了屋子,不一会又出去了。 朱举人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,忽然听见指头谈话壁的响声,隐隐约约,还有人呼唤他,急忙走出房间,侧耳倾听。 梦龙潭和僧人边交谈着边关看壁画,忽然发现不见了朱举人,很是奇怪,就询问老僧。 老僧笑着说,去听佛法了。 梦龙潭问道,在哪里听呢? 老僧笑着说,不远。 过了一会,老僧用指头谈着画壁,说道,朱施主游玩了好久了,怎么还不出来? 这时,就见朱举人出现在画壁上,似乎在侧耳倾听。 朱举人在房间里听到的淡壁声和话语声,就是老僧的。 他从房间里走出来,正巧被梦龙潭看见。 只见老僧又说道,朱施主,你的伙伴等不及了,快下来吧。 这回朱举人听清楚了,抬脚从壁画里走了出来,站在了梦龙潭的身边。 梦龙潭惊讶的嘴都快合不拢了。 朱举人抬头看画,只见画中的垂条少女果然换了发型。 朱举人急忙向老僧施礼,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老僧笑笑,说道,换游新生,我也解释不了。 两人觉得太诡异了,慌忙告辞而出。 这个云游老僧绝对是得到高人,借由幻觉点画朱举人,也不知道朱举人醒悟过来没有。 垂条少女代表着一切美好事物,看见美好的东西就想占有,几乎是所有人都不可避免的惯性思维,其实就是佛家所说的贪念。 但是,贪念的结果,必然招来恐怖的灾祸。 金甲神人就代表了执法者,恪守着仙界的规矩,容不得凡人进入。 寓意是,如果得到自己不该得的东西,必然会受到惩处。 举人可以直接选拔为官吏,如果朱举人醒悟了,日后为官必然会造福百姓,至少不敢纵容贪念作祟。 但是,朱举人醒悟不醒悟,倒在其次,观看这个故事的读者有所警醒,才是最重要的。 希望如是。 胡老汉以打柴为生。 这一天,他正挑着一旦柴下山,迎面的山路上走来一名神色慌张的白胡子老汉,拦住他,恳求他帮个忙。 胡老汉就问帮什么忙。 白胡子老汉讲,前面的路上有一名道士,抓了一只小狐狸,让胡老汉务必买下。 胡老汉狐疑地问道,你为什么不自己买? 白胡子老汉说道,我和道士是仇人,他不会卖给我的。 胡老汉答应下来,接过钱,就往前走去。 才走不远,果然看见一名老道士,背着一只小狐狸。 胡老汉拦住老道士,说道,道长,这只小狐狸真漂亮,卖给我回家给小孙子当宠物吧,老道士讲。 这是妖物,捉回去提炼神员,不卖的。 胡老汉身上有一股豪侠之气,当即口气强硬地说道,这只小狐狸我买定了,这座山可是我的地盘,我的地盘我做主,不卖给我,你就走不出这座山。 老道士盯着胡老汉看了看,掐指算了算,说道,这是结束,小狐狸确实应该卖给你。 这样吧,相识极是有缘,我俩就算交个朋友,一元钱卖给你。 胡老汉递过一元硬币,道声多谢,拎起小狐狸就走了。 白胡子老汉早就等在路上,接过小狐狸,从怀里掏出一块股币,说是作为谢金。 胡老汉随手放进口袋里,随口问道,老哥,你贵姓。 白胡子老汉说道,免贵姓胡。 胡老汉大声说,哎呀,原来是自家人啊,我也姓胡。 两人谈了一会,很是投机,白胡子胡老汉就热情地邀请胡老汉去他家里做客,说是他家里嫁女,今晚款贷亲朋好友,明早发亲。 他买这只小狐狸,就是送给女儿当宠物的。 胡老汉好酒,听说有酒喝,当时心里就痒痒的,搁不住白胡子的劝,当即将一旦柴藏在树林里,跟着白胡子就走了。 翻过山梁不远,就是白胡子的家,此时天已经黑了,家里早就张灯结彩,宾棚满座。 白胡子把胡老汉安置在里间坐下,就进了内室。 胡老汉打量起室内装饰,都是上好材料,装修得相当豪华,心里揣测,白胡子家里肯定是大富户。 可是,他在这座山里住了大半辈子,也没有听说有豪富之家呀。 继而一想,是了,现在有不少有钱的城里人,涂山里空气清新,搬到山里住,也很正常。 过了一会,白胡子胡老汉换了衣裳出来,摆上韭菜,和胡老汉喝起酒来。 这些菜色香味俱全,还有好多野味,胡老汉平常都没有吃过的。 那酒就更不用说了,几百元一瓶,胡老汉听说过,但是没有喝过。 胡老汉也不顾礼节,山吃海喝起来,不觉有一些醉意。 这时,一对新人进来敬酒,新郎眉目俊秀,新娘美如天仙。 敬完酒,白胡子特地留下新娘,陪胡老汉喝了一杯,说是感谢搭救之恩。 胡老汉见酒就喝,一干而尽。 胡老汉喝得醉眼朦胧的,忽然听得一声泡响,有人跑进来,对白胡子喊道, 大爷,快跑,放哨的小四被盗人打死了。 白胡子一个转身,瞬间消失。 胡老汉猛地一惊,酒醒了大半,因为他发现房子忽然不见了,自己置身在乱坟地里。 这时,就见老道士打着手电筒走了过来,看见胡老汉完好无损,就松了一口气,说道, 还好,这些孽畜没有加害于你。 老道士自幼学的茅山捉妖术,云游四方,专门捉拿狐妖。 今天,他捉的一只小狐妖,半路上被胡老汉抢买,心知有意,就将计就计,胡老汉给的一元硬币有他的体气。 晚上,老道士根据硬币上的体气指引,用罗盘定位,找到狐妖之学。 老道士杀了站岗的狐妖,担心他的出现,狐妖们会以胡老汉为人质,就放了一个冲天炮,惊吓走中狐妖。 胡老汉听说是狐妖,才知道新娘为什么要感谢搭救之恩了,原来他搭救的小狐狸,就是今晚的新娘。 胡老汉说道,坏了,我吃喝了不少东西,该不是什么脏东西吧。 说完,就要把手指插进喉咙里呕吐。 老道士制止他,说道,别费劲了,这些狐妖很会享受,吃喝的东西都是真的,他们会千里设物之术,东西都是从酒店或者富豪之家摄取的。 胡老汉掏出那枚古钱币给老道士看,老道士看了看,说这是汉朝的古币,想不到这些狐狸是真心报答。 后来,胡老汉把这枚汉币卖了一大笔钱,在县城里买了房子,全家搬到县城里做小生意去了。